今天晚上的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關我什麼事 投資大小事 關我什麼事 理財新趨勢 在今天二三年 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這是新一波全球股在來臨嗎 我們該趕快跑嗎 在今天亞洲股市 為什麼出現雪崩式大跌呢 指數在今天是台股跌了102點 收在一萬六千四百五十四點 成家了兩千五百五十七 那麼跌幅更重的是日股和港股 我們先來看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也是大跌了 將近兩個百分點 那麼港股跌了六百點 那麼港股則大跌了 將近有三個百分點 也跌了將近六百點 到底會是什麼事 趕快為您介紹 來節目現場的來賓 金融培訓協會理事長 林昌昕 阿關好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 李中昕 阿關好 大家好 請到外保總監蔡明章 蔡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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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 觀眾朋友 蔡總趕快幫我們解一下 亞洲股市為什麼全面雪崩 美國十年期公債收益率 空襲警報 昨天美國股市交易的時候 他是四點六趴 所以美國股市只是開高走低 稻窮跌了七四點 但是在亞洲交易時段 現在請注意十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已經快接近四點七趴 創下2007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新高 那十年期公債收益率 號稱全球資產定價之錨 所有資產的操作績效都要跟他比 所以他一上去 股市今天就出現了大跌 如果你買債券 可以賺到畫面上 回到剛剛的畫面 我們導播不要跳電 我們回到那個畫面 如果你買公債殖利率 可以到四點六九七趴 那你還會要買台積電嗎 你還會要買其他的股票嗎 你還會要買那些收益 只有兩趴 三趴 而且還有股價風險的 資本市場的股票嗎 但昌欣 這個殖利率是短暫的還是 你看 我看其實大家也都特別留意 這個殖利率呢 一定要等一個事件發生才會降下來 也就是說現在鮑威爾 你降不下來嗎 對 我覺得當然降不下來 為什麼 就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鮑威爾認為 我覺得他錯估了 他認為美國的經濟夠好 所以他不肯鬆口 他希望維持高利率一陣子 第二個是怎麼樣 阿關你也知道 為什麼債券現在的殖利率飆高 是因為怎麼樣 債券便宜 債券便宜是怎麼樣 沒有人要買美國的債券 所以美國要先解決自己債務的問題 就中國也在拋美國的債券 所以短期來說 債券殖利率飆高 衝擊市場 一定要等什麼 看掉血流成河 那FED願意降息 放出鴿派的風聲 這個盤才會止 那要等到願意降息 風聲 風聲 風聲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要等到降息 那是明年的事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那就態度 因為現在FED的態度就是說 好 我今年還有機會 會有可能有一次升息 所以大家都在等了 但是如果怎麼樣 今年度都不升息 甚至於開始轉割 就有機會 好 那我們回到上一張CG來看 現在美國公債殖利率 到底標到多高呢 兩年級公債殖利率已經來到5.17了 10年級的 剛剛看到不只4.68了 已經來到了4點 剛剛看到快到4.7了 對 4.7了 快要加進4.7了 30年級公債殖利率來到4.792 一度來到4.815 那這個高的不得了的公債殖利率 對資本市場這邊是股市 當然形成了非常大的壓力 好 下一張我們也來看到 這個是短中長線的公債殖利率 那這一張的圖怎麼解呢 好 我稍微簡單解釋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黃色的就是什麼 美聯儲的利率 美聯儲利率通常都是怎麼樣 先升 然後高元期一陣子再降 那很抱歉 為什麼會降 不是他主動降 是因為遇到了事件 遇到了風險 他才降 2008 這是過去金融海嘯的時候 來 2019到2020出現什麼事 COVID-19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會在這邊騰停一陣子 他會錯估經濟情勢 認為怎麼樣 現在美國經濟大好 所以他就不降 所以你看一樣 拉到這邊挺住了 黃色 超高 很高 大概5.5左右 現在的美國公債 所以當2006到2008 維持多久 一年 2019到2020維持多少 半年 所以我們認為 第一個 美聯儲他會維持債券之率 高檔一陣子 好 那接下來重點了 過程就問到 很多人都問了 那這時候債券跟股市 為什麼要買債券 為什麼不買股市 很簡單 一旦有風險的時候 股市的回檔會比債券更深 也就是說在2008的風暴的時候 納斯達克跌40% 從高檸下來 2019的時候跌30% 可是債券反而怎麼樣 開始在打底 所以大家就覺得現在重點是這樣 大家覺得黑色這是債券的價格 債券很便宜 今天債券又破底了 大家覺得好像債券很便宜 我告訴大家反過來 債券的基期 它是對標到公債殖利率 所以債券現在反而是怎麼樣 我認為是輔債配置裡面 重要的一環 為什麼 因為它下格相對低 好 除非怎麼樣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 一直往六七標過去 我們認為就算就算就算 有可能它也只是短暫的 所以我認為 其實在美國FED 商息可能是最後一次的狀況下 這邊的債券的佈局 你不應該砍它 反而應該什麼 做股債配置的平衡 好 那我們回來投票 我想觀眾朋友最關心的 還是自己的荷包 真的有可能是全球新一波股災的來臨嗎 那麼如果十年級 公債殖利率一直降不下來 是不是要趕快賣股票 認為應該要先調節的 請給圈 到底是不是要趕快賣股票 我們來看到現場認為要跑的 有一票兩票 三票要跑 有一票說不用跑 李仲鑫說不用跑 蔡總放中間 放中間以下的意思 我覺得成長性公司 還有殖利率比較高的股票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要高到超過那個4.79 還是有 因為股價跌下來的話 殖利率是說 可是眼前台積電就沒有超過 台積電一旦被提款不是完蛋嗎 但是還是很多 很多 比如連花科還有一些這個什麼金控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當股價跌的時候 殖利率是往上的 所以他跌到某個程度 比如一萬六千一百點的時候 很多好的股票就出現 來來 憲哥是認為應該要跑對不對 對 那如果你持股比較多了 而且今年漲幅比較大了 要特別小心 因為美國的十月效應 在所有過去 從一九二八年之後 幾乎每一次崩盤都在十月 所以我們每次在講說 美國有什麼黑色星期一 黑色星期二 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五 通通在十月 十月就是一個很很很 累殺的一個月份 所以現在美國華爾街的空頭就是說 在這邊要特別小心 有點像兩千零八年的一個 好像的一個翻版 所以在這個時候稍微小心一下 還是可以保萬年生 好 所以我們過去進行說 九月魔咒 說到烈殺紅色十月 所以九月十月通常是 這本市場最危險的時候 那我們現場有一票圈 中興為什麼給圈 對不對 給差 就是不用賣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 道雄雖然是跌破了前波的低點 但是我看 費城半導體的納斯達哥 並沒有破低 除非費城半導體的納斯達哥 再破破亂低點的話 我可能才會認為 這個趨勢是空頭 那他破是我才跑 會不會我已經 其實他差兩趴而已 已經斷手斷腳了 不對的時候才要跑 那現在萬一他沒破呢 跟他賭一下 因為我覺得高值率率 可能也是短線現象 這我認為 好 所以我們先談完 整個全球股市資本市場 有沒有可能陷入 新一波的全球股災之後呢 我們回到產業代理來看 那麼現在盤面上 剛剛中興說 也許撐得住啊 你看到高科技股表現還不錯 高科技靠什麼在撐 靠AI在撐 所以當然我們來談談 NVIDIA NVIDIA到底有沒有機會扮演 中流砥柱的領頭羊角色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那不管是花錢還是高盛 通通調高了NVIDIA的目標價 而且都是強力買進 不是普通買進 叫強力買進 那NVIDIA的產品呢 在日本 AI晶片的價格又在網上漲了16% 報價又在漲了 而且他的 H100已經很厲害了 昨天我們還講到 他有另外一款也很厲害 今天又談到了 還有一款晶片叫GH200 據說這個跑分非常驚人 所以他一款一款晶片呢 推出都是不得了的厲害 驚人數據 所以幾乎是把其他的AI廠商 遠遠拋在後頭 而現在傳出好消息是 NVIDIA要來台灣囉 要進駐我們桃園遠雄港 會不會帶來群聚效應呢 所以有人說會達有新一波的行情 今年美國的科技股 其實都集中在七檔的股票 那昨天這七檔當中 漲最多的就是輝達 輝達漲了快3% 收盤是447美元 逼近了季限壓力449 那當然這個好事很多 那我先打個岔 蔡總 那昨天美國公債殖率 雖然沒有飆到像今年亞洲 開盤這麼高 但也不低也四點多 那為什麼畫面上這些股票 沒有受到影響呢 因為這些公司都有足夠的現金 也就是說 美國他不是花股息的 他很多是公司這桃園股的現金 用怎麼樣 買回類似庫長股 回去買回買他的股票 所以他們有另外的指標 衡量說這些公司你看那個微軟 亞馬遜 蘋果 所以現金多的 他會去撐 可以抵抗這個十年級公債的收益率 因為美股基本上是開高走低了 但是這些個股 你可以看到他幾乎沒有受到影響 甚至像Google還收在接近 應該算是最高點 尾盤收在最高點 蘋果也是拉尾盤 那麼美股在殺低 像微軟也是拉尾盤收在最高點 那麼昨天的NVIDIA是所有的個股 就是權重股裡頭漲幅最領先的漲了2.95% 因為傳出非常多利多 對 高聖說我列入了強力買進的名單 給他目標價605美元 現在才400多 那這個花企昨天我們提過了 那個V100推出來 是2024年股價重要的一個轉折 那因為日元貶值嘛 所以H100在日本9月的時候 他的這個價格又漲了16% 那當然這個輝打也要來台灣了 未來兩個禮拜要跟遠雄港簽約 遠雄港就在桃園的那個自貿園區 那換句話說遠雄港就是黃中 那他把這個園區內出租給這個輝打 那你說來了一個輝打 這是什麼了不起啊 我告訴你 後面一系列生態系的情緒效應 就要形成了 聽說馬上有五六家大咖 也要進駐遠雄港 包括什麼EU的艾斯摩爾 美國半導體的設備 科蕾 都要進來了 那這進來了以後 有什麼效應 我們先舉美國的例子 現在 飛打就像一個磁鐵 有一個磁吸效應 美國科技的新創公司吸引的數量最多的就是輝打 大概吸引了二十七趴 然後呢 集資資金的募集 他累計也吸引了兩百七十億美元 再過來我們知道輝打總部是在加州嘛對不對 這些新創公司要靠近輝打 要靠近輝打 要靠近輝在哪裡 總部有百分之四十二 就快快一半喔 都設在這個加州 而且是二十九趴在舊金山的旺區 所以等於靠近了這個輝打 那現在輝打的生態系 分佈在美國 中國 英國跟印度 那這次來臺灣的以後 臺灣就納入他全球生態系的 其中的一部分 當然對我們是加分 好 所以輝打要來臺灣 不是只有輝打 也整肉臟肝 很有可能形成一個新的生態系 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我們回來談輝打 輝打真的讓其他AI公司 包括連AMD都看不到他的車尾燈嗎 今天我們談到他的B100好厲害 在今天我們來談 另外一款晶片GH200 對GH200之前發表了 這新一代的超級晶片 他的架構就是這樣 輝打的H100GPU 加上Glase的CPU 把它串連起來 用什麼串連 非常大的頻寬 把它串連起來 然後串連起來 簡單來講 記憶體的容量更大 然後頻寬更大 另外可以開這個GPU 跟CPU當中 他可以自由的調節了 他的電力 這個調節電力 就是讓他功耗小一點 那這個圖表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說拿這個GH200 跟現在最厲害的H100 做各項的性能 比較深的那個顏色 這個呢是怎麼樣 是SERVO 伺服器 比較淺的顏色是ONLINE 就是那個離線 這個效能 所以你看比起來 都是跟H100比哦 都至少 大概平均都是效能 會提高多少 提高了15% 你H100已經讓他對手都追不上 看不到車尾燈 讓我GH200出來 我GH200 都還比自己的H100更厲害 那你的對手拿什麼來比 根本看不到這個 輝打的這個車尾燈了 好 所以我可以看到 他的效能非常好 也就是他在節能的部分呢 頻寬提升七倍 但是互聯功耗卻降低五倍哦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新款晶片呢 已經整合 而且可以立刻就執行了 數週內 馬上就可以打造大型模型 那麼靠的是一個 非常複雜的串聯結構了 所以新產品推出 幾乎一款一款產品 都是無人能機 都是沒有人能夠超越的 那我們再回來看到 NVIDIA AI 風起雲勇 除了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影響到我們的工作之外呢 其實AI也幫我們做了非常多 過去沒有辦法解謎的課題 也就是過去 大家搞不清楚的謎 現在因為透過NVIDIA 竟然能夠解開 解開世界之謎 第一個 一九六九年 美國阿波羅十一號登陸月球 到底是真的假 很多人都說是假的 對啊 這個是半世紀以前的事情 這是非常大 這幾十年來 一直在討論 假啦 為什麼 當年喔 蘇聯的這個太空科技 遠遠在美國之上 怎麼美國一下子 急急急急追 但是一直追 也不是這種追法 就追到月球 就登陸了 所以很多人陰謀論就出來 哎呀 那個阿姆失狀 就人類第一個登陸月球的太空人 他們那個是假的啦 他是在某個那個外景的攝影盆 把模擬那個月球的表面 然後拉來那個登陸的車子 都是假的 甚至插國旗都假的 有一個經典的照片 我們看左邊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是誰 站在那個地方就是阿姆失狀 然後呢 在這個登陸車的 爬著那個梯子的 是他的搭檔 叫做另外一個太空人叫愛德林 他從那個梯子走下來 拍了這個經典的這個照片 一模倫講 這個照片有什麼問題嗎 我告訴你 太陽光在這個登陸艇的後方 哇 啊你怎麼有光線 把這個照片拍得這麼明顯 哎呦 說的也是 那個是在攝影棚啦 你不要讓它騙啦 攝影棚有一個打燈光 把它打上去的啦 好 再過來 連這個都有人啦 來 這張阿姆失狀的照片 也被質疑根本就是造假的 對 太空頭盔嘛 那個有一個倒影嘛 對不對 那也是都打上去的 那頭盔怎麼會有一個倒影 還有他們有這麼說 有一個說法是說 那為什麼沒有星星 對啊 你在月球上 那你剛剛看到其他的星星啊 對 月球應該有星星啊 只有在攝影棚他沒有星星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質疑阿姆斯撞登月 根本就是一場騙擊 對 好 那這個 Media解開世紀之名 回答用的GPU 我們知道 我們講過很多次 回答不是在用在遊戲 有一個光追技術嘛 光以追蹤技術嘛 這一次派上用場 啪啪啪 模擬喔 以模擬怎麼樣 夜球表面的那個塵埃 還有太陽光的折射 甚至當時的當年太空人的服裝的材質 隆改模擬這個參數 全部進去了以後 以解釋為什麼這個 阿姆斯撞把愛德林這個爬梯子的照片拍得那麼好 他說太陽光是在登陸艇的後方沒有錯 一照照到地球的表面 反射出來 所以你才拍拍這張照照片嘛 好 我們看到這是 NVIDIA透過他的GPU 模擬阿姆斯撞當時登月的情況 而且透過他的光追技術去追到底這個光線是怎麼回事 還有為什麼沒有星星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星星 因為當年五十四年前 那個攝影機的那個曝光值不夠 所以他沒有辦法在月球拍到那個星星 這一次這個飛達把那個曝光值的參數調整了以後 過五十幾年了嘛 調整了以後 星星跑出來 真的假的 所以當年 所以這真的背後有星星 只是因為當時的攝影機鏡頭不夠好 拍不出來 所以這些 甚至還給阿姆斯撞一個公道 人家已經過世了對不對 一直被陰謀論 所以NVIDIA AI不只改變我們的生活 AI解開世紀之謎 特別是NVIDIA的GPU解開了 阿姆斯撞到底有沒有登月這件事呢 過去這個傳言和這個陰謀論 滿天飛終於解謎了 好不只解開這個謎 據說還解開了另外一個謎 我們知道 AI這裡頭有一個生成式學習的技術 就是為什麼他可以聊天機器人怎麼厲害嘛 那生成式學習技術呢 現在據說還可以解開古老文字之謎 對啊 大家看一下 這個叫做有字天書 有字 但你根本看不懂 這是古代理對不對 第一個是這個1885年出版的養豬王子 安徒生的那個童話故事 但是那時候用德文來印刷是這個字體 你根本看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字 他們說這叫做絞尖記 很複雜的 絞尖你說看不看不看不 還有這個十四季 這個聖永的經還有祈禱的書 就大概聖經之類的東西 就是手稿對不對 對手稿 你來看那個到底是寫什麼 真的看不懂 不知道啦 回答的GPU派上用場 AI會讀得懂 正確辯認的 辯認的這個文字到底是什麼 正確率 99% 好厲害 所以按照這個技術 他應該中國那個甲骨文 他應該可以辨識的 對不對 一樣啦 對對對對對 這個 這個是很厲害 對我們研究 歷史或者考古 一個重大的貢獻 好 所以Amedia好厲害 我們回來看到AI的股價呢 AI的股價 到底有沒有機會在這樣的氛圍 特別是共產機率網上標高這樣的氛圍 人家都說覆巢之下無完卵 但他有沒有可能是一支獨秀 而且成為中流砥柱呢 剛才我們講十年期公債收益率 已經拉緊爆了 是 昨天很厲害的AI 今天都砰下來 我跟你說 廣達今年漲2.6倍 股價越漲 殖利率就越低 這個是反向關係 所以昨天NVIDIA表現不錯 沒有讓今天台灣的AI股表現好 廣達我們都估出來 明年的股息大概7塊 殖利率2.8% 為什麼2.88 反而比今年的殖利率下降呢 就是因為股票漲上去 偽創漲不漲停 今天也是漲2% 殖利率就2.7% 2.7% 技嘉2% 你看喔 第一大全值股台股 台積電一年配12塊 2.3% 洪海第二大全值股 大概4.2%是好一點 今天有沒有發現沒有聯發科的什麼偉大的利多 聯發科突然轉強 因為他6.5% 對 他明年估因為他有一個16塊的那個特別鼓勵 加起來50塊 殖利率6.5% 也就是蔡總剛剛為什麼放中間了 因為像聯發科這樣的股票 你一比較比美國10年期共產殖利率 殖利率還要高啊 那你就有機會挺在那裡 那比他低的你就慘了 對台灣全10大的全值股 最佔全值的10檔股票 只有他擊敗10年期公債收益率 所以我們看K線看一下 25市的聯發科 其實他整理一段時間 今天這個缺口很明顯 為什麼造成缺口 就是那個10年期公債收益率來了 以後大家想想 我來乖乖買聯發科 還是聯發科比較厲害 說到了AI 美國很有可能還要再寄出新的AI禁令 為什麼在這時候再度出手 而且外傳就這幾天了 路透特別警告 中國十月份將會更新AI 就美國將會對中國 更新新的AI晶片禁令 應該怎麼說 路透說美國警告中國了 我十月份要更新新的出口禁令 所以我會出手 新一波的黑名單和新一波的禁令 那這新一波的黑名單 新一波禁令是不是 劍指華為呢 棒打出頭鳥 誰叫華為的妹六十這麼厲害 美國現在還沒有辦法解密說 到底他那個是七奶米嗎 真的做得出來嗎 他的5G到底是怎麼做出來 他的晶片怎麼做出來 到現在大家都還在猜 所以我們來談 這一次新的經歷 就是針對華為而來的嗎 對 最近還是 這個變數還是很大 就是因為二零二年 十月七號 就是對中國出國管制 那現在快一年了 那現在傳聞的話 就是美國大概在這幾天內的話 可能會有新的所謂的出國管制 那這個出國管制的話 也許會更嚴格 就是市場未來一個變數 那這個所謂的中國大陸 一般來講在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三零年的話 他大概花了一千五百億投資半導體 所以他現在自己雖然不到兩成 他未來可能會慢慢拉到四十一個percent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美國的目標說 我要跟你的距離 技術是差十年 但現在很多研究機構發現 其實這個大陸跟美國的科技的距離 是差四年 所以美國的話 應該還是會採取出國管制的一個措施出來 就是他要實施現在經歷 想辦法拉開差距 對 但是華為現在看起來這兩年人沒在睡 對 像Mate60的話 人家就開始算他 到底他的一個情況怎麼樣 安兔兔的跑分 大概是七十萬分 那七十萬分跟iPhone15的一百六十四萬分 那差距還是很大 跟現在的高通的機 所謂的這個骁龍8 一百二十七萬分 也差距很大 但是如果同樣是七奈米 因為現在他一般來講 是用十四奈米 用多重曝光 變成類七奈米 只是用十四奈米的設備 把多重曝光類七奈米的效應 他跑七十萬分 那過去台積電 在做A12是七奈米的時候 安兔兔的跑分是五十三萬分 所以五十三萬分 當時七奈米是這個 他這是類七奈米跑七十萬分的話 說真的也已經不簡單了 那但是跟iPhone15 跟所謂的骁龍8的話 還是有很大的一半距離 那到底華為怎麼做出來 到現在還沒有接 開謎底 那當然很多人說是中芯 中芯幫他做的 因為中芯挖礦機的技術 當初copy台積電 怎麼幫他去重複曝光 做出七奈米 但現在Bloomber 點名了 臺灣三家公司也幫了忙 對 除了中芯之外 對 大家就翻開那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麒麟 這個9000S一看 發現這個傳聞的話 就是國內的話 包括像崇越 雅翔 或是漢唐 好像這三家 被點名 有點名 當然這個雅翔 最近是漲很多了 但是漢唐跟所謂的這個崇越的話 是有點否認 所以原則上 好像也輸出到臺灣 很多的廠商也有幫助 這個海斯機做這個所謂的設備 好 華為不只是他推出高階晶片 而且外傳是七奈米的技術 做出來的高階晶片 也就是麒麟系列 9300跟9000 據說新的禁令 會有一家新的公司上榜 這家公司叫做墨昕英騰 我們比較陌生 這到底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為什麼引起老美的注意 對 墨昕 他也是個年輕的公司 他二零一八年成立的 他為什麼叫墨昕 因為他認為中國古代 有一個發明家叫墨子 我們都認為他是墨家的 所以他用他的名字叫墨子 他叫墨昕 這個墨昕的話 他最近的話 有推了兩個所謂的加速卡 那這個加速卡的話 他裡面用了 那個所謂的處理器 叫英騰 那其實AI在處理時候 你看我們那個chip GPT 第三代 參數有多少個 一千七百億個 所以你要運算的時候 一千七百億個 你如果通通運算 那個時間要多少 耗電要多少 所以他有一個叫做稀疏力 稀疏力的意思就是說 排除一些非必要的 主要是拿一些有用的來做計算 這稀疏力 那這個稀疏力的話 一般來講就會運算比較快 比較減少耗人 那你可以發現 他這個英騰 號稱是四到二十六倍的稀疏力 那你想想看 虧打A100 H100稀疏力多少 大概只有兩倍 所以他如果最多能夠到二十六倍的話 那跟兩倍的話那差距很大 所以變成他這個技術的話 其實是真的是非常強的一個技術 所以在解決成本方面 他一張Space One S30的一張卡 等於是十張所謂的NVIDIA的A100 所以這個成本的話 就降低了非常非常多 他一張等於NVIDIA十張 對對對成本 成本 比如說NVIDIA是十塊錢 他只要一塊錢 所以他成本效益效能是一樣的嗎 效能高啊 因為NVIDIA他們只有兩倍的稀疏力 他是二十六倍 他可以到二十六倍 四到二十六倍 最高到二十六倍 所以這家公司是後期之秀 很有可能列入這一次的黑名單 那麼之所以會再發禁令 除了看到華為的Mate60 有嚇到全世界之外呢 最主要還是因為他們之前 不管怎麼進 怎麼進 怎麼進 據說中國還是買得到NVIDIA的晶片 而且買得到NVIDIA 不能賣到中國的晶片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海康衛視的監視設備 還是用他的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在AI的發展 已經到演員 是AI演員都可以演戲的地步了 你沒有NVIDIA 你怎麼做得出來 因為對 因為海康衛視跟大法 以前有一段時間 是美國禁定主要的重心 因為他那個監控系統 其實說真的 就是有很多做間諜 做情報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當時被禁得最嚴格 結果禁到現在為止 發現他既然還是在用NVIDIA Tegra的一個晶片 所以變成說還是在用 而且他他就解釋說 他主要是針對一些少數民族 在監控 比如像新疆 因為疆毒的話很多 所以他有用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甚至現在大陸 也用所謂的這個AI 來做這個演員 其實有一部電影叫藝人之下 大家演了好幾集 好幾集 很多人在網路裡面就說 有一個角色非常棒 這個叫惡狀 這個惡狀 這個到底是人還是AI 這個女孩子很調皮 大家都很喜歡他 演了好久之後 竟然才發現他說 他竟然是AI 李李啊 他竟然是AI 他不是人 他不是真人 不是真人 他講話很清楚 而且表情很生動 他都不會流 然後你可以發現 人家去訪問他 他也是侃侃而談 所以你可以發現 現在既然偶像劇裡面 都有AI來做這個偶像劇 所以未來如果說 很多都是用AI來的話 這AI的一個所謂的替代的效果的話 可能就會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看起來真的蠻像真人的 對對對 所以真的看不出來 他是AI演員 因為演了很多幾大都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Angela baby 這是誰 洋銀是誰 大家都在猜 這個原因是誰 銀銀表 一看是李李李李是誰 原來是AI 所以你說他沒有NVIDIA的晶片 他怎麼做到呢 那他有什麼方法 去買到NVIDIA的晶片 這就是美國到現在 還要持續提出禁令的原因 但我想對岸也知道 中國也知道 馬上十月七號 就要發新的禁令 所以他們要因應這件事 就是現在開始追單 囤貨又來了 對對 所以他趕快就說 那NVIDIA不賣給我 H100 A100 那這個所謂的 這個AMD M300也不賣給我 那我就找Intel買 我就去買他的Gody Gody的晶片2 但是一般來講 以這個所謂AI的處理器 圖形處理器 獨立型的NVIDIA 佔85% AMD佔12% Intel只有5% Intel在這個圖形處理器 真的是很爛 然後AI有講說 AI的未來是在GPU 那現在這個Gody 他主要是AI加CPU 所以實際上這個東西 一般來講 其實是弱的啦 但是沒有辦法 NVIDIA買得到 MD買不到 我就買Gody 我就買Intel 所以他就趕快去搶貨 搶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他就跟很多的供應商 一定貨 兩年 我要買兩年 我要像以前華為一樣 對華為以前 他要被禁之前的話 趕快投貨 投貨 投貨 現在這種思維邏輯 囤兩年的貨 請供應商的話 馬上就補貨 所以他現在對於10月份 未來這幾天美國的禁令的話 他現在積極開啟 採取所謂的這個防備的一個動作 會不會在短線上出現營收大爆發 之前華為的經驗是還開飛機來載貨 所以到底相關個股怎麼看 對 最近聯發科 羅昂士 大家認為就是說 四星漲幅那麼大 主要是ESIC 人家委託他設計晶片 他說他接的也很多 他不一定比四星差 不一定比創意差 所以最近的法社會都是在講他這個東西 所以調高他一個目標價 認為未來兩年 二零二五年的話 他的AR可能佔營收二十五Percent 所以最近他變得比較紅 所以聯發科的話 是注意一個焦點 那廣達跟技嘉要注意九月營收 因為本來技嘉說 八月他的出貨量是兩百萬套 他可能九月份到八百萬套 所以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就九月的營收就很重要 那廣達九月營收很重要 所以未來其實這三個股票 是整個大阪自衰急幣的一個指標 那另外像所謂的臺藥 群臉跟雙紅 這是零組件的部分 也值得觀察 但是我個人認為就是 短期還是要直立下降 直立下降的話 整個風險性降低的話 我覺得AI族群還是一個首選 好 但是剛剛蔡總特別提醒聯發科 那麼阿博恩再也講到聯發科 那我們就來投一下票 即便風雨飄搖 到底聯發科能不能做多呢 請舉牌 可不可以買聯發科 一二三四五五票圈 說到棒打出頭鳥 除了華為之外 其實現在比亞迪也是 另外一隻出頭鳥 所以到底美國會不會對電動車 祭出什麼樣新的措施 我們不得而知 但我們可以看到特斯拉慘了 特斯拉第三屆總交車量 已經下滑 而且季減了將近有七個百分點 交車量比預期還要來得差 但中國的新能源車的產量 竟然大爆發 預料一年之內會突破第三個一千萬這個車 而且路透還說中國未來準備要尋求和賓士技術結盟 所以在電動車的這個領域和區塊 中國更是來勢洶洶 憲哥 對 那特斯拉最近是流年不利 後面追兵 一直追過來 歐盟也在查他 對 那我們來看特斯拉公布第三季的 他的一個銷售量是四十三點五萬量 那比上一季呢 是減少了七個百分點 這是特斯拉一年以來 他的交車量跟產量 同時雙雙雙雙雙的一個減少 所以水耀號一開盤 他就得了三點七趴 那我們來講特斯拉這一次 為什麼會逗陶魯呢 第一個逗陶魯就是因為特斯拉的一個電動皮卡 怎麼沒有出來 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馬斯克說第三季就會出來 結果呢 現在已經十月分了 怎麼找不到呢 原來很多人說 因為他是用這個金屬的一個機殼 聽說是太適合了嗎 可能太重了啦 那太重就沒有辦法達到 他的一個里程的一個標準 但是也有可能他沒有防彈等等 像外面討論都變成在討論 他的皮卡 但是呢 很多人就說 那我們來找看看 就有一個空拍機 空拍 空拍到哪裡 美國的德州超級工廠 特斯拉的德州超級工廠 發現有兩台樣車 樣品車 結果樣品車看起來 也沒什麼厲害的地方 結果特斯拉裡面的一個人 叫做X先生就出來講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實車 跟你講比那個樣車 太厲害了 那麼最主要我們實車 最主要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因為這個他裡面用塑料的 裡面的裝潢用塑料 那後行李箱呢 他是用一個比較平整的一個方式 另外馬斯克一直在講說 我們那個整個接縫摸起來 這樣粗粗啦 差不多四五十條啦 這一次我們的接縫非常漂亮 所以是可以期待的 那有人說非常期待 有人說沒什麼期待 另外他鬥陶爐的第二個原因就是 他的一個一體化的壓柱 那個2.0他停工 那本來他就預估了 他本來就預告了 我這個9月會停工 對 全世界的特斯拉工廠都要停工 那其實他在2020年 他的一起一體化的壓柱1.0 那時候就出來了 那出來以後呢 他就可以讓整個車身 會變得會比較輕 另外他的成本會cost down 那這次2.0呢 他的壓制如果成的話 他的model Y 他的成本可以降低40% 哇那降低40% 那個競爭力就出來了 所以這一次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 但是這個他可以減少 電焊可以減少 他的一個整個衝繪 不過如果以後的話 你車子撞到的話 你的維修的成本會很貴 因為要整個換掉 那個成本會很貴 當然特斯拉的一個 倒退的第三個原因就是 他在中國的銷售 一直落一直落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中國大陸 其實他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在整個電動車的一個 推進的過程裡面 他從1995年第一台電動車出來 到去年的2020年的7月 他已經到多少 到1000萬台 也就他的1000萬台 花了27年 那從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2月 花了17個月從1000萬台跳到2000萬台 那現在預估明年2024年的差不多6月到8月 他會跳到3000萬台 哇這個速度太快了 他簡直是用井噴兩個字 當然我們從他9月的交車 也可以發現到 理想 理想這個汽車 在9月他光是交車就交了3.6萬台 是創歷史新高 他的年成長率是212% 另外他9月的收的訂單是4萬台 也是創歷史新高 那其他的那些 所有的雜牌加起來 平均年成長率都是43% 所以後面追兵很多 除了這個以外 全世界的大牌真正大牌 我跟你講現在都已經到電動車這個地方 要來找尋他一席之地 我們看BMW BMW現在的i7 這個車是黃彈車 黃彈車 現在我們知道大陸有很多土豪 很怕被綁票 台灣也有很多有錢人怕被綁票 你一定要買這一台 因為這台有夠讚 車頂可以防什麼 防無人機可以來襲擊 車底可以防手榴彈 車身跟玻璃完全都是黃彈的 真的假的你不要臭屁 真的讓你看 那整台車放在那裡 射了一百多個子彈 結果只有凹下去 而且沒有穿透 另外他考慮到非常多的你需要 比如說你被困住了 你被困住在裡面了 第一個火車只可以提供 新鮮的空氣給你 第二個裡面如果有發生火災的話 有滅火器 第三個有無線電的通訊 你可以報案 119打119110可以報案 另外還有一個 你可以不用開窗開門 可以從裡面跟外面溝通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跟綁匪去那邊嗆下 還是跟他談條件的話 你不要車窗卡下去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設計我覺得蠻人性的 而且符合社會的需求 我打個唱 我們請這個我們製作人 賞人查一下 那這部車多少錢 重點是這樣 那麼厲害 說幾包 再過來穿 買什麼 他這個設計 我覺得蠻人性的 而且符合社會的需求 我打個唱 我們請這個我們製作人 想要查一下 那這部車多少錢 重點是這樣 那麼厲害 說幾包 再來穿 錢不是問題 錢怎麼不是問題 命才是問題 身價兩千億的 錢不是問題 小緣 等會來告訴我們 那這部車多少錢 平常限制 我們想像空間 電動車 現在已經是兵家必中之地了 對不對 現在有一家公司 叫做X-Bus 這是新創公司 據說他推出的車子 也非常受歡迎 有貨車 有露營車 有各種功能 不同的車種 他有十種車型給你挑 他包括貨車 包括皮卡 包括露營車 你看露營車 連我都買得起 裡面還內建 已經他標配 電視跟冰箱 才六十二萬台幣 你說現在到哪邊去找 六十二萬台幣 而且他二零二四年的年底 跟二零二五年 就要推出了 現在變形金剛的露營車 這個就比較親民了 對不對 非常的親民 所以以後 像馬斯克說以後的電動車 可能一台六十萬 因為他就像 我們以前的列表機一樣 他以後要賺軟體的錢 另外我們來看 連日本的本田 本田的這個K-Car 其實他就是 類似台灣的Punk Punk就是一般的貨車 貨車他因為他整個底盤 他把那個整個電池加強以後 本來大家就說 你電動車力量不夠 沒有 跟原來的以前的油電車 完全一樣的 載貨的量 而且他的空間出來 另外他的實用性 還有他零排碳 另外呢 他其實載貨的能力 還有副駕的方面 沒有V住 所以充電 只要五個小時而已 我比較喜歡這一台 我覺得這個比較可愛 對 六十多萬 夠幾個 每個人的第二台 應該是第二台車 蠻不錯的 出去玩真的蠻不錯 剛剛呢 我們的製作員已經查了 這台非常厲害的防彈車 BMW的一千五百萬到一千八百萬台幣 跟同行車 過去的同行車是三倍的價格 所以我們剛才談到電動車 已經是未來的兵家必稱之地了 因為我們知道 燃油車終究要走向歷史 那電動車的這個區塊呢 現在友達說 我也要拼這一塊 那我們知道 友達過去曾經併購過非常多的公司 失敗比較多的 那這一次是成功的嗎 他這一次買哪家公司呢 收購的是德商BHTC 而且在明年上半年 就要完成交割了 我問一下蔡總 這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那他砸下兩百零四億 買下這家公司 到底是買便宜了 還是買貴了 策略上是不是一個 對的策略 我們先講BHTC 是德國一個車用人機 介面的製造商 是汽車供應的Tile 1 Tile 1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汽車裡面的系統 我來設計 我來生產 所以利潤是比較高的 那提供零組件 像這個車用的面板 友達 這個是Tile 2 第二級的 那當然利潤就比較低了一點 但是現在汽車 有一個現象 你走進高級車 平駕車都是喔 都是前億金的智慧界面 一個億金的這個螢幕 裡面車子的狀態啦 車子的性能啦 車子的控制都在這裡面 而且現在已經變成了什麼樣 不一定要觸控 用手勢用聲音都可以控制 那現在這個友達 只是一個面板的製造商 他的出海口有限啦 現在我假如把這個BHTC拿下來以後 他就多了一個出海口 所以也進入了這個汽車的 這個Tile 1 所以對他是利多 但是 你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利多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股價表現 因為他這次 開盤漲7% 他說他新台幣兩百零四億買的 那開盤是以重大利多來解讀 對股價 當然後來開高走低 是不是受到十年級 共產值率影響 還是投資一冷靜就發現說 這不見得是一個划算的買賣 我搞不清楚 因為他股價確實是開高走低 所以蔡總有答 股價的反應怎麼解讀 當然第一個受到大盤的影響 第二個 因為你查一下 他收購的這一家 一年只有賺幾百萬的歐元 換算台幣 那這家公司據說傳出友達 買他的時候 股價也是大漲的 對 大家就是說 你跨入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但是你用了兩百零四億來買 一年只賺的台幣 幾億的那個公司 大家覺得 你看 短期 不見得馬上受賄 這個要長時間的考驗 好 我知道商場上雙贏是最好的 但是雙贏不容易 所以通常是這樣 如果我們去買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被買的那家公司大漲 通常是不是代表買的人是買貴了 你就反過來講 也就是說當德商 這家公司大漲的時候 我們就有點擔心 那為什麼會開心 人家不會讓我們 開心到這樣是不是 我們要貴還是怎樣 對啊 就是宏基的一個陰影還在 那時候宏基 你看德國人不是那麼好搞的啦 而且好差沒他流到岸邊港 所以我們來投一下票好不好 來 友達今天的重大利多事件 到底股價的反應怎麼解讀 各位認為這個地方能不能買友達呢 請舉牌 不再是單純的面板公司的友達 我們來看到現場有 有一二三三票差 兩票放中間 沒有給缺拿 好 那我們再回來 一開場我們就談到了 全球股市的系統風險 主要是來自於美國 所以我們還要回頭來看 那麼美國會不會因為他的經濟危機 對全世界產生蝴蝶效應呢 剛談的是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但美國的經濟危機可不止如此 包括現在大家都說 美國的學生貸款要開始還債了 慘了 這高達1.57兆 那麼開始還債之後 資金動能自然就會減少了 另外還說美國的商業地產 現在邊臨崩潰了 就是這些辦公室啊 商用不動產的這些大樓啊 連巴克來高盛 和Moodi都警告說 現在高利率已經加劇清算潮了 所以金融實話頭條也說 美國商用不動產 山雨欲來豐滿了 所以現在美國經濟危機 不只是公債殖利率飆高了 對 所以我想其實 觀眾朋友 你可能一頭霧 說前陣子FED 怎麼看這個美國經濟很好 那現在開始又出現危機 我先跟大家講 看美國經濟好的人 其實就是FED FED覺得美國經濟很好 所以我不肯降息 所以接下來要對付 這個所謂的公債殖利率 你就要看兩個人 首先第一個叫鮑威爾 鮑威爾基本上 其實一直維持得很鷹派 鷹到現在怎麼樣 市場都開始在反映 但是你看鮑威爾 他為什麼這樣講 他說怎麼樣 美國經濟體事實上 現在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有可能怎麼樣 有可能經濟接下來會怎麼樣 會軟著陸 他說軟著陸有可能 不過這個路是比較狹窄 所以接下來我們怎麼樣 鮑威爾人家也很厲害 開始發IG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鮑威爾的IG 可能跟過去從馬斯克的推特一樣 就是我們要觀察重點 如果今天美股開始跌 鮑威爾只要一個IG出來 鮑威爾投顧發出的簡訊就對了 對 他可能說 他一定不會說我要降息 他說利率可能太高 他只要講這一句話 所有這什麼利多解讀 所以鮑威爾這次已經開始拍IG 所以觀眾朋友你可以去查 鮑威爾的IG 就像已經他開始拍影片 而且他說怎麼樣 他要對市場來做什麼穩定性 所以鮑威爾總裁都要做網紅 他要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通膨 第二個是什麼 美國的經濟硬著陸 但是現在在拉扯 所以鮑威爾我覺得他是穩定的角色 另外一個比較厲害 叫我們講過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們在節目也提過 八月份 我們現在其實對市場開始有風險 其實就要看一下銀錢的人 他就是銀錢的人 他在八月份就說開始放空 美國三十年的國債 為什麼 他說美國的殖利率 不可能降得太低 通膨一直還維持 所以他認為怎麼樣 利率會怎麼樣 持續飆升 所以債券會一直跌 這一波如果你去看 美國長天期債券 TLT這一類等等 基本上已經價格跌10% 所以他已經賺錢了 他值了兩個利率論點 我覺得蠻合理的 第一個經濟放緩 所以你看他跟八月剛好 持不一樣的現象 八月說經濟很強 可是對中經濟很強 說因為你利率太高 所以經濟放緩 而且實質率太高 影響經濟成長性 我覺得他跟八月剛好 我覺得他就是現在 目前站在風口的人 每一項 央行總裁 一向都有說謊的距離 央行總裁本來就可以說謊 那我們回來講 消費力道下降 也不能去搶 現在美國是怎樣 零元購 就是說我們以前買 我不買 不買就算了 我們就在家裡躺平 他竟然到處去搶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不能搶 但是如果你搶了 沒有被判刑 不會被關起來 那就會變成什麼 大家效法 所以其實 零元購 對 所以我覺得零元購 零元購是這樣 零元購 怎麼能夠呢 但是他們稱這種 就是在地區性的一些搶案 那他的金額不是很高嗎 所以現在是因為違罪 除罪化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到處都是這些小型搶案 對 所以阿官如果是這樣 如果說現在很多人 假設我是流浪漢 然後去搶 可能我去拿個商品 但不叫搶 拿了商品放到購物車 我沒有結帳就推出去 三百塊以下不會被關 好 結果被什麼 被犯罪組織盯上了 他就化整為零 一個犯罪只是可能十個人 每一個人獨立作業 獨立去推購物車 阿你怎麼辦 所以商家就怎麼樣 房不勝房 包含在加州也是一樣 通通這種零售商店 現在不論要釘木頭 都要什麼 防止這樣的零元購 所以零元購也代表一個重點 美國的中下階層真的是無錢 所以現在零售業 說這樣的零元購 已經有九百億的損失一年 所以我覺得也會影響到 零業 零售業的一個收入